大家好,我是杰妮 在我关于果树的视频里 收到过好几个观众的留言 让我分享,介绍一下 我用的是哪一款的除虫剂 可以除去苹果树、梨树叶子和樱桃树叶子上 黑黑细细的那种吃叶子的小虫 还有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 切开的苹果、梨、桃子等等果实里面 发现有活着的小虫 真的是好郁梦哦 我用的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喜欢种植的人们都熟知的品牌 Yates 那是一家专做农药和肥料的公司 这款杀虫剂也是Yates的专家 向我推荐的最新的广普杀虫剂的升级版 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就粘贴在瓶子的背面 它可以杀去 Caterpillars 毛毛虫 Coding moss 苹果杜鹅 还能杀 Trips 芝麻 Tomato leaf minor 番茄浅叶鹅 Pear And a cherry slug 梨树和樱桃树的鼻涕虫 另外在这儿推进一下 Yates 手动压力泵 它的压力很大 喷三米高的树都没有问题 在喷洒杀虫剂时 请戴好防护眼镜和口罩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在杀虫剂的瓶子上 还附有一个凉杯 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不用再去买一个小凉杯了 这个大凉杯里有大约两瓶升的水 基本上够喷两颗2.5米左右高的果树 然后按照使用比例 把杀虫剂倒入水中 搅拌均匀后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您有兴趣使用这款杀虫剂的话呢 在南半球 多数能从各大苗圃里买到 在北半球的话 您可以上eBay上去买 有关链接就在下方的说明区里 顺便说一下 这颗是平时养在室内的藤麦 是真的植物 买来的时候短短的 三年来长得越来越长了 真的还挺有趣的 今天把它拿出来晒晒太阳哦 这款Yates Success Ultra Inset Control 升级版的杀虫剂 含有多种杀虫素 杀虫的均素是从有益土壤细菌中提取的 杀虫剂中含有的Spinthoron 一极多杀均素 它具有一个独特的功能 跨层作用 喷上去的杀虫剂液体能够从叶子表面移动到叶子的背面 使其不受雨水的影响 由于厂方没有提供这款杀虫剂 使用说明书的PDF文件 我只能把说明书拍成图片 放在视频中供大家参考 在这儿要提醒一下 这款杀虫剂对蜜蜂有害 当果树在开花期间不宜烹散 而当果树开花刚刚结束 就如照片所示 趁着食心虫的软 还在果实底部凹陷部位 以及果柄部位时 就要赶紧喷洒除虫剂 如果喷洒的时间过晚的话呢 软就孵化了 幼虫就会从果柄处 或果实的底部 钻入果实里面 一旦食心虫 钻入果实里面以后 再想灭它 基本上就不可能了 在喷洒杀虫器的时候 要上下左右 里里外外都要喷到位 不留死角 当温度高于摄氏28度 或未来的6小时 可能会下雨的情况下 请不要喷洒 这是在为梨树 喷洒杀虫剂 喷洒的时间也要注意 当梨树在开花期间 不宜喷洒 而当梨花刚刚开完时 如照片所示 就要赶紧喷洒 除虫剂 在这里也顺便给喜欢种水果的朋友们 一个友情提示 用一些自制的 像辣椒水 大蒜水 洗洁精加醋之类的 防止不怎么顽固的虫害 也许有效 但是对一些顽固 危害性极大的虫类 就要下猛药 否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祝大家好运连连 水果大丰收哦 下期再见啦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分享点赞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ank you for subscribe